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 而百年二龙进度活动即将在那天登场 所以公所跟代表会今天就依照福利 替龙舟来进行传统的祭典仪式 像是脚船以及镜香开光点睛等等 不仅祈求今年比赛可以顺利平安 也希望这项文化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在地方祈祷的协助下 二龙进度了两艘龙船 西武兰跟周宰伟将进行传统的脚船脚尾奖仪式 透过这样的动作让龙船划得更快更稳 人心放下来 从哪里走到哪里走 代表有那些日子在白 从哪里走会更快 加太阳度不好时 从哪里放这些不好时 太阳就太阳 太阳也不能太阳 太阳差一差 这一方的人比较重 随后龙船进过镜香 还有主办单位相公所代表会跟地方议员 共同为龙船开光点睛 祈求百年历史的二龙进度 今年平安顺利 继续传承 点灯 护头点来 护头点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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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 到过这个医生可以讲我们这个文化 和团长路来以外 也可以过到自博来发展公开 让我们这个 将到这个传统的文化 可以非常严重 我們鄉親都幫助長人 二龙进度活动是在6月12号早上10点开始 欢迎全县民众一起来参与 依然秀记者张立林采访不到